另外2017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继2018年国泰银行奖学金和陈光奖助学金颁奖一事 日前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举办 5月6日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隆重举行了 2017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继2018年国泰银行奖学金和陈光奖助学金颁奖一事 为3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华裔学生颁发了奖学金和助学金 我们留学的我们留学生应该以这个作为一个动力吧 一个更好的激励对自己的一个很好的鞭策 那么做好自己的学业 那么抱怀这种感恩之心吧 来更好的回馈社会报效国家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张萍在致辞中表示 中国政府支持留学 鼓励中国留学生以各种形式参加国家建设 截至2017年底 中国留学生人数累计520万 目前有313万留学人员学成归国 占总人数83% 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2017年国家自费留学生奖学金奖励对象 为在国外攻读博士学为一年级以上 网名时年龄在40周岁以下的中国籍优秀自费留学人员 我是来自加州理工学院的杨启帆 然后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获得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 然后我做的主要工作是关于类似于光学的一些方面 因为科研这件事情它随机性啊不确定度都非常大 很多时候一个不够成熟的课题 或者说单纯只是因为运气不好 你就无法做出一些结果成果 所以说我也说有很多比我厉害很多的同学 他们只是因为一点点运气的原因 没有能在这里领奖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管理区 获得2017年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有21人 奖励金额为每人6000美元 其中特别奖一人奖励金额为1万美元 获得国泰银行奖学金的中国留学生有6名 每人获得6000美元的奖学金 获得陈光奖助学金的中国留学生8位 华裔学生4位 金额为5000美元 富豪卫视陆冒皇帝 洛杉矶报道